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虽然有类似蓬勃不断的畅衰台湾 但是台湾其实高盛最近看好台股 他目标价看到19,000点 19,000点其实在疫情之前 我看到包括李仲敖先生 包括杜金龙 包括张喜 他们都认为台股今年目标 大概在19,000多 那么19,000很可能是台股的 相对可能的高点 但是在目前的疫情当下 我们要非常注意的 疫情对台湾的整个 他就像一面照妖镜 比方说你现在看到 我在史书华的医生的脸书上看 他说全世界确诊人数是1.6亿人 每天增加46万人 过出的人数346万 目前台湾增加 现在是5,000多 台湾每天增加300多人 台湾的检疫人也要大这天 包的紧紧 流汗流到脱水 这个时候他想说 我们要站在防疫上 大家一条心共同来抗疫 那这一次的校正回归 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 不同的想法 但是大家知道 现在把确诊回归到 原来发生的天数 我相信这个对大家 判断疫情是有帮助的 但是彭博也在批评说 这个校正回归会让人民 失去对政府的信心 那这个时候泰美讲台湾 抗疫的武器是人民 不同的角度跟看法 但是外媒大致上 肯定台湾民众的自力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 不同的阵营的政党的人士 也站出来批评 比方说像国民党的前主席 朱立伦在批评 校正回归 那这个时候 其实陈淑中部长 已经经过很多的 他的详细的说明了 赵少康说 校正回归是世界级的笑话 校正回归在全球大致上都是一个 我们看到世界的通力都这个样子 那我想当疫情来的时候 我特别讲了一句话叫 灾难见人心 换句话说 大家是不是站在同样一个 抗疫的一个立足点上 来共同面对困难 这是台湾现在全岛一命 要非常在意的 我在脸书上看到有一些 对台湾有不同的想法 比方说 大家看到官邸的自公染疫的时候 我在一个耐的群组 有人在讲说 女皇最好染疫 我来开香槟 也有人认为台湾越爆越好 那么加速两岸的统一 那我相信这个时候 就是幸灾落后的言论 大家要稍微节制的 换句话说 现在的抗疫的环境 又比一年前 我们来得更加的艰苦 那这个时候 如果还有人见缝插针 那我相信 这是台湾在防疫上 非常重大的破口 现在中国正在利用 台湾防疫失控的过程当中 给台湾更大的压力 最近你知道 我们三个离岛的县市 大家希望自己来快筛 同时包括南投县长 他希望自己买疫苗 这个买疫苗的动作 其实也告诉大家 当台湾在全世界 在买疫苗的过程当中 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困难 这种困难 很多内幕 不主为外人道 但是台湾所面对中国的压力 其实在全世界 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现在像国台办 他就透过很多的窗口 用各种手段来逼迫政府要让步 那这个时候其实 也大家要稍微想清楚 那么在面对疫情的时候 其实中央防疫中心 他面对更大的敌人 是中国 你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 中国的经济绕境 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疫苗的采购 他应用各种不同的政党人士 不断的在施加压力 那这个是台湾 其实我们在面对防疫的过程当中 新的挑战 就是我们对眼前的来自中国压力 大家一定要有高度的戒心